新北好茶文山包种茶评鉴比赛 16号起开始搅交茶样 不少茶农都赶在第一天前往平林国中体育馆交茶 而平林区长吕雪季上午也来到现场关心 还带来了最近平林最夯的吉祥物 翡翠蛙、小翡和小翠 前来帮茶农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好成绩 新北好茶文山包种茶评鉴比赛 16日起开始搅交茶样 这次共有1235点报名参赛 第一天交茶秩序大致上相当良好 虽然天后状况不佳 但陆陆续续还是有不少茶农赶到平林国中体育馆 来搅交连日的辛苦成果 而平林区长吕雪季上午也来到现场关心 并且带来了最近在平林超红的吉祥物翡翠蛙 小翡和小翠前来帮茶农加油打气 平林这个地方是好山好水 因为好生态 所以才能够营造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生态环境 所以翡翠蛙才能在优质环境能够有幸生存 所以翡翠平林 翡翠蛙 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定位的一个城乡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好环境 一个优质的生态环境永续的保存下去 来证明茶香呢 我们种的茶呢 是一个非常有生态性的 有了代表好山好水好生态的翡翠蛙 替新北文山包种茶加持 李区长表示 消费大众可以安心的选购品茶 加上今年的春茶雪包种品质格外的好 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咯 元月份的时候下了两场大雪 所以让我们整个茶香呢 尤其这个茶呢 都在冬眠的过程里面呢 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优质的环境 因为下完雪以后啊 整个生态里面的虫害啦 各种的菌呢 就能够减少 那所看到的目前的春茶的整个生产的过程里面 非常的良好 当然很优质 新北文山包种茶比赛评审作业 预计从22日展开 结果将在5月底出炉 最顶尖的好茶究竟降落谁家 大家不仅要拭目以待 也不要忘了经过小匪和小翠推荐 雄七的比赛茶哦 记者声听张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 平林采访报导